新赛季眼看要开始了 可是自由市场上还有球员没找到工作 这个时候下手那绝对能捡大漏 来一起瞧瞧现在自由市场最值得下手的三大球员 第一个 马尔科夫尔茨 26岁壮严狼竟然没工作 这我是没想到的 你说他上赛季打得不好吧 场均20分钟能输出8分三篮板三助攻 47.2%的投篮命中率这也没什么问题 非要挑刺吧 也就是说三分差了点 但是你底线签回来让他做个替补 当个冲振的后卫 那绝对值得呀 而且人家才26啊 他不会真就这么失业了吧 第二位 东七七之前的大哥 同样也是26岁的小丹尼斯·史密斯 这史密斯身体素质劲爆 巅峰期那是场均15加4加5的节奏型后卫 也不应该找不到工作呀 不过讲道理啊 如果实在不行 他可以来CBA试试 这种类型的后卫 那是CBA最喜欢的外援类型了 最后一位 胡人看到了就赶紧下手别犹豫 考文顿大将军你都能放过的 要啥有啥 防守不错 三分输出也还算稳定 可能有人说了 那考文顿都33了 早不负当年之勇了 你废话吗这不是 考文顿要是有267那个水准 轮得到你胡人下手吗 而且也不至于说 沦落到自由市场没人要了吧